来看到桃园中立这一名十九岁的单亲妈妈 今天凌晨她抱着一岁四个月大的儿子就医的时候 小男童已经奄奄一袭 那医护人员发现到 已经一岁大的男童竟然只有武功精重 武兽如柴浑身是伤 警方怀疑小男童很可能是遭到妈妈和同居男友给虐死 无辜的小生命死得相当凄惨 让气愤的亲友还有民众堵在殡仪馆外 将这名红居男友痛打一顿 一群愤怒的民众将疑似虐婴的男子给暴打一顿 想到小孩被虐待他们下手越来越重 二十多个人将十八岁的张姓男子给狠狠的痛殴在地 在他背后的男童母亲 趁机将同居人给搀扶起来 还戴上安全帽 但对亲生儿子可没这么温柔 段小姐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 一个小孩子被你饿死 十九岁的范姓女子低着头部发抑郁 将一岁四个月的儿子饿到只有五公斤 体重是同年龄儿童的一半 自己却撞得跟头牛一样 他将小孩受到急诊室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呼吸心跳 医生发现小男童头部遭到重击 而且下体红肿 女子父亲知道后相当懊恼 你当初跟我讲 搞不好小孩子我就留在身边了 据了解男童出事前一天 范姓女子从下午五点就要泡在网咖 直到十二点 同居男友也一起来打电动 两人玩到凌晨四点回家 证明小妈妈才发现男童全身是伤 倒卧在地 一群人气愤的想替男童讨回公道 但为时已晚 而这对狮子的男女已经被警方移送法办 记者梁明志桃园报道